這就是在南投 在華岡中 我媽媽 我爸爸年輕的時候 也不知道多久之前的照片 應該很久很久 我從小的記憶看到他的時候 他就是 就是 已經有點年紀了 到過世的時候也差不多那個樣子 所以小時候 爸爸就很老了 然後到過世的時候也差不多那個樣子 所以回憶就是 已經到晚年的部分了 所以就是阿公級的吧 好讓人間 好讓人間 但是就跟一個人去台中讀書做工作 他一直到24歲 他決定要搬去華人的工業部落 跟媽媽搗亂 不過 要在一個新的地方中心生活 會遇到很多考驗 他一直被安裝給客戶了 四六四五鱗 寫著浪板 - 四十五零 - 四十六零 - 四十六零 然後把烤的浪板 - 兩尺八的四八片 - 三十五零 - 三十五零 因為我爸爸外省人嘛 然後媽媽是原住民 小時候印象劑爸爸比較多 會有一些家鄉話 人家會罵人 小時候就不乖 不乖寫功課啊 然後身為父親的話 就會揍我 在那個時代是這個樣子 就是爸爸年紀比較大 就是我阿公還比我爸爸年輕 所以觀念上可能就是會稍前有點衝突 我高中的時候爸爸他就住院啊 爸爸的部分是遺憾嘛 因為年輕嘛總覺得就是摸在父母旁邊 就感覺有點約束感 然後不太自由 所以就可能覺得不太想回來 但是這是年輕的想法 然後每一個階層的想法都是不一樣的 然後到後面來講的話就會覺得 父親啊母親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每個家庭都會最後關注的問題 然後可能就是照顧家人啊 陪伴在他的身邊這樣子 只是每個家庭必經吃路吧 因為我爸也有年紀耶啦 老人癡呆嘛 老人癡呆 他走哪裡 有沒有吃東西 他沒有吃 他也說吃過了 後面就是走路啊 然後可能就是跌倒 起不來了 住在那個農民醫院 往年就在農民醫院 然後在九二一的時候過世 就是器官敗壞死掉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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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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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立刻把它伸上去 我立刻讓它變上去 這間五金行 就在花蓮瑞穗的雞頭 日清亮 大家都叫的阿亮 在這裡做工作 已經十一年了 老闆娘 蔡秀鳳真的正 也很疼愛在那間的上班的年輕人 所以前幾年有跟原港的上廁 就參差了一家人一樣 電話 沒有錯啊 阿姨是你的電話人 是嗎? 是嗎? 我贏了嗎? 他在煮東西 阿姨 比手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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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說今天晚上沒有 今天晚上沒有 是 好 謝謝你 那是哪一位 掛掉阿姨 忘了問他了 來不及了 但是有電話號碼 好 好 那你現在弄到哪裡 剪鐵絲 我的 你很棒 這樣就對了 再把它弄起來就對了 工作 你先把這個先清好 然後那邊沒有 這裡面都是 都是白蚁的 對 感謝 乖 就是在之前的時候 我有回來 這個紅葉的部分 就是一年 大致上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就是沉澱一下看 後續有什麼看法跟想法 然後這一年其實 不太有什麼收入啦 然後自己告訴自己說 這樣下去也不是什麼辦法 然後就想要到外地工作 然後因緣際會就想說 就是整理一下家裡 去買一下油漆 就到了我們的老闆娘的店 就是金香五金 然後買了油漆 然後阿姨她就很熱心 就想說 要不要來這裡工作啊 你要不要來上班啊 我們這邊有缺人喔 要不要 哇 一直推銷 就是 就是 他的工廠的部分 然後 就 這樣子 進來了 所以隔天我就上班了 對啊 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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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鄉下有工作 哇 真不錯 然後這工作 還 還 買個油漆就可以得到 好 乖 他就是我們的孩子啊 阿上人不是說 把他當孩子 他就是我的孩子嗎 他是我們的老大 我們還有老二 還有老三 我們老闆娘 就覺得 如果 以那個老闆娘這樣稱呼的話 比較有距離感 是 所以她都叫我 講說 叫阿姨 這樣比較親切一點 然後但是阿姨她 阿姨她就 就把她員工當作 自家人這樣看 所以就會 講 她有三個兒子 其實都是她員工 嗯 對 所以她就這樣稱呼 然後 沒有距離感 就 就比較有那個 雇主跟員工的關係 所以她就直接 直接 直接 叫我們 叫阿姨就好了 要看自己她收啊 好啊 那你再查看 你再量喔 他幾包 他也放在什麼 一包菜市場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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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包菜市場買 這樣可以吃嗎 就可以吃 六個 六個應該差不多吧 六個應該就差不多吧 五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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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我...過來 我再提供那個茶包 給你們 盡量推茶 不要再煮 好 拜拜 今天他們要做的夜間環保 就是在阿亮大的紅葉村 蔡秀鳳在部落推環保 已經十幾年了 這幾年阿亮跟幾個年輕人 開始加熱 他們利用下班的時間導熱 有時候賣酒真的來的人 出來倒三港 我們要到後面 保特瓶 保特瓶 你這個保特瓶 六十隻七十隻可以做一件貓毯 貓毯你知道嗎 知道知道知道 這件褲子也是保特瓶做的 保特瓶 部落的部分的話 就是利用下班時候再做回收 回收就是老闆娘她的堅持 環保的部分 還有個人覺得環保的議題上的問題 對啊 會有感動 對啊 其實很多部落的人 他們都會有感觸 對啊 然後我們在她這個環境工作 其實也常常看到 但是可能本身個性上的關係 所以你會看不出來 我有很大不足的那種感覺 所以就很像很平這樣 對啊 就跟我們一樣啊 可能就是今天 你可能來個三天幾天的話 覺得還可以 但是你發現明天還要來 後天還要來 到底 好像被綁住的感覺 但是她還是能堅持 一路上來 不容易啦 它是值得我們 尊敬跟學習的 好不好 好 來 你剛剛有沒有吃的 很好喝喔 好喝 還沒喝 好喝 我真的 可是這陪伴跟互足之相 相對 我學到什麼叫做舍 你有舍就有得 我幾乎 我只要看到每一位的時候 我眼睛就可以掉下來 很開心 到現在還是一樣會掉 對 像剛才那孩子 你看 他們七點下班 像他們也是喔 他們早期 我們生意是很忙的喔 可是 回收校下蛋是很多的喔 阿良今天要回收 其實很忙 老闆很捨不得 好啊 阿姨好啊 他只要他出來 我就安心了 我紅月我就可以交給他 所以我們瑞帥 是一個愛的要人 後來我聽她說 这个爱就是自立更生来的 今天如果我们不是自立更生 就随意去请钱的话 今天的爱可能就没有办法生出来 所以我就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摇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亮的妈妈是红叶村的泰鲁阁主 扣物农为生 所以阿亮休息的时候 都会跟哥哥 阿哥去餐做工作 假日要帮忙家里 种一些果树要挖洞 我哥哥的部分是因为他回来部落 然后他想要从事就是农业的部分 非常支持我哥哥的做法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朝这个方向 一起农地这样 就是家庭的部分 你需要一个正常的收入啊 啊 务农是十有十五 为了家庭的部分 所以就是因为你这个东西 你有做才有成绩出来 你如果这样子都不做的话 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啊 我们是看不到的 然后大家一起做的话 有共同的回忆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 阿公他们那时候就是在这个山谷 妈妈她毕竟就是她 儿子的记忆 她小时候就在这里 对啊 所以这有她的回忆跟记忆啊 所以整理的话就是这样子 妈妈也比较常常能上来啊 所以很好啊 我觉得这样不错 爸爸就是还没生病的时候 就是老人痴呆的时候 他是在红叶 那时候我也是在 就在那个台中继续读我的书 然后没人照顾他 然后然后他就是跌倒 然后就是再站不起来才进入到那个 就是荣民医院 凤林的荣民医院 大致就是内容就是这样子啦 如果在高职的时候 有回来光复啊还是玉礼啊 读高中还是高职的部分的话 在那个阶段我还可以照顾我爸爸 但是我们并没有选择 所以这也算是我的其中的小小遗憾 所以这也算是我的其中的小小遗憾 这是花蓮瑞岁的奇美渡落 所以秀凤都会邀请几工来这里再回收 阿亮这个年轻人 也是秀凤的好帮手 这是花蓮瑞岁的奇美渡落 所以秀凤都会邀请几工来这里再回收 阿亮这个年轻人 也是秀凤的好帮手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 就算我现在已经把点都抄好了 我今天要出发才开始去招募的话 可能会漏空 漏空的时候 那我就怎样 干脆就下车 哀父哀父亲去牧 其实这一段路程真的是不好走 可是是用时间 用生命 用爱 因为早期我那时候我也不懂怎么去爱人 就是说你来上班就是要怎么把工作分配的很多 这样很紧密给人家去工作 其实后来我觉得这样不对 其实我们老板娘对部落的关怀的部分 国际赈灾的部分 他都很重视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老板娘对我的影响就是 转一下念头就好 他看我们员工就像小孩子一样 对啊 然后跟对待客人是一样 他的心是蛮宽的 对 然后 他对这份爱很容易 就是很放得开去给大家 还是他的客户啊 还是员工的部分 对啊 他是值得我们尊敬跟学习的 对 就是老板娘他就是 就是一个妈妈 他会依他的想法 然后去照顾他的孩子 就是小时候的遗憾 爸爸年纪比较大 妈妈他们年龄落差蛮大的 就是我阿公还比我爸爸年轻啊 对啊 在那个时代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观念上可能就是会烧行有点冲突 所以就是小时候记忆就是跟爸爸在一起 我妈妈没有跟我生活在一起啊 就就 就我跟我爸爸时间比较长 大概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我妈妈住没有跟我们生活在一起 然后就我爸爸而已 我爸爸跟我哥哥就是我们在 在南投的部分 老师会问说 问说 诶 你妈妈 就是会 会可能参加活动啊 然后父母要来 但是怎么来的时候都是我爸爸 那我妈妈为什么没有来呢 对啊 会稍嫌有点遗憾啊 但是小时候不懂事 那老师问的时候我只会哭而已 这样啊 木耳是 木耳 木耳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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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有 薄料 他可能知道他大致上有時候會有四天不喝酒 算厲害了 四天都是清醒的 然後後面又破功了 所以要怎樣跟媽媽相處 然後又不要太困擾的話 看你要怎麼去認定媽媽她現在的狀況 不是時常認定我媽媽就跟小朋友一樣 小朋友就是你今天跟他吵架 明天就和好了 跟媽媽相處 大爭吵的部分的話就是吵一吵 覺得很難過的事情的話 稍微念頭轉一下應該就過了 隔天絕大部分我會先示好 我會先跟我媽媽和好 我媽媽是很有個性的 她會一直也一樣會念我 然後她還是會幫我煮飯 對只是她比較不會口語表達 但是她行動上還是會幫我煮東西 所以我媽媽她就很像小朋友一樣 你今天跟她吵架 明天她會用她的方式跟你和好 我媽媽她不太會跟我傻腳 我時常跟我媽媽講說媽媽我愛你 雖然感覺到她好像覺得 覺得我好像在鬧她的感覺 然後一副好像不太理睬我的感覺 但是我感受得出來她是愛我的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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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雞不是只有一個家而已 是因為有很重要的人住在這裡 才讓家裡有的溫暖 妳儘量為了可以跟媽媽和好生活 她已經打拼去圓圓這個家 雖然過程很辛苦 但是後來轉眼了後 她了解到 現在一個人可以生活 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在你的家裡 申作詞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